大家好欢迎来到昆盟居解说战争雷霆 我们现在战争通行阵第六赛季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各种挑战也是层出不穷 不过呢也算中间有点时间 昆盟居可以继续来讨论直升机系列 之前呢昆盟居已经做了三期相关内容 包括第一期的总论 第二期的如何快速上直升机 以及第三期的直升机连杀 那么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啊 就要讲比较硬核比较技术性的内容了 这期的重点呢是讨论直升机的一个按键 对于直升机击杀有巨大的作用 那它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进入昆盟居讲片子环节 我们终于迎来了直升机系列的第四部分 先说点题外话 由于直升机总体说来操作系统比较独立 而且它毕竟飞在天上搞不好容易坠机 而且本来直升机如果没有买金币的话 它准入比较高 需要五级六级 而且白板直升机操作性能也很差 再何况在陆战历史场 如果缺乏经验经常容易被打下来 中上所有的因素都导致直升机对于很多战略玩家 都还算比较陌生 昆盟居也是从零开始各种摸爬滚打上来 也是算现在逐渐有了一些经验 所以这个系列昆盟居的初衷就是把整个直升机里所有的故事 给大家逐步分享 所以我们也就来到了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昆盟居认为作为直升机最关键的一个操作 或者按一个键 把一个键给完顺 那么直升机基本上就可以算是入门没问题了 好 那我们下面进入主题 作为挂导弹对地攻击 其实直升机说难也难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它其实核心就分为四个步骤 一开始就是上天以及姿态控制 这些我们后面会讲 其次呢就是锁敌 看到敌人在哪并且调整它的发射框 昆盟居自己把它称作射戒 但是不知道总体说来其他人怎么称呼 反正就是那一个框 必须要在那个框里面才能发射导弹 这个也是新手玩家经常容易发现 怎么发不出去导弹呢 那是因为你没有处在发射框里面 好 再往后面就是发射与命中 这是本期主要要讨论的内容 也是可以说是玩直升机的一个核心 最后呢 也就是返航与历史模式下要重装 重装之后又重复这个过程 我们就能实现对吧 理论上说能够一直玩下去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细节 比如如何应对地面防空车 如何应对敌人过来的固定翼 等等一系列的 那些我们可以后面再作为补充 好 基于这一点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作为一个核心 它对于所有直升机都是普遍适用的 那么核心就是在于 瞄准敌人之后按这个F键 进行一个稳定与锁定 这F键在默认的按键里面 直升机下面是叫做瞄准稳定器F 按了它之后呢 就会直接使得你的这个炮 主武器或者就是我们的空对地导弹 它视角所稳定下来 不再抖动 而且如果你是瞄准了一个敌方载具 它可能会产生锁定 当然这就直接跟你的直升机 以及导弹的种类直接相关 我们下面分类来讨论一下 首先对于8.3到9.7 昆蓬局把它叫做比较低级的直升机 当然9.3 9.7这个范围内稍微有些波动 有些出入 这一类直升机啊 你按F之后 它直接可以使得它的视角稳定 但是呢 由于它的导弹都是属于比较低级的 比如说什么霍特啊 或者之类的 它一来不能直接 主武器不能自动跟踪 这个时候你还得一直持续瞄准 我们这有两个典型的截图 比如说这是在锁定之前 在锁定之前呢 这个瞄准框就成这么一个十字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发射的这个设计 那么在这个设计里面能够发射 但是我们这个视角会比较抖动 而且它也没有锁定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 如果按F锁定之后 就会出现这么四个 这个怎么说 对角线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样呢 就能明显看到它得到了稳定 而且它也就是 能够有效的帮助你瞄准 它这个发射框 这个准心也相对来说 缩小一点点 也就仅此而已 好 如果再往后面 普遍9.7到10.7这个范围内 可以算是中等 中等到次顶级的直升机 除了有稳定的效果之外 普遍都有自动跟踪 这种自动跟踪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主武器会随着敌方而移动 理论上说你可以双手脱离鼠标键盘 它自己也能追 也能去命中敌人 好 这普遍的导弹呢 都是属于半自动自导 以及激光自导 我们再也有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锁定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它这个瞄准模式 其实差不多 这个情况下 我们按了F之后 假设没有锁定 它也会出现这种稳定的框 但是还是没有锁定嘛 就是说我们跟后面相对比 如果一旦实现了锁定 它就会直接瞄准目标 产生这么一个框 而且主武器会瞄准目标 而跟随目标移动 而我们这个发射框 这个设计也显示在它的下方 好 这是我们次顶级 到了顶级之后 一般是10.0以上 甚至到11.3 但非常惭愧 昆蓬君目前也没玩过11.3的直升机 最多也就11.0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F除了有稳定的作用 那肯定都是自动跟踪 因为这种情况下都是激光之导 不管是什么涡流 什么地狱火 等等一系列的 这些我们就 其实从视觉上面看起来 跟9.0 跟这一款是差不多 其实本质上 这也是地狱火了 昆蓬君在用A129作为例子 或者三毛验证机等等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都是地狱火 好 除了这些之外 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再按一下F 锁定目标 再按F 可以在锁定状态下 产生一种可调节的状态 空密件做了一个例子 这种情况下 虽然我们这个锁定框 还锁定了一个单位 但是我们这个瞄准器 除了我们一个很小的方框之外 外面有了一个圆框 因为在锁定状态下 你如果移动鼠标 它是这个主炮的这个瞄准 其实是不会变的 相关于锁死了 它必须跟着对应锁定的目标动 而你如果再激活F之后 就可以在锁定的情况下 再动它 就比如说你锁定了一个 比如说在这个状态下 是死的目标 你就可以通过移动 去打另外一个目标 我们后面会继续讨论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次按F 就会直接解除锁定 解除锁定之后 就会回到最初死的 完全没有锁定的状态 这个主炮就会 就会发生抖动 甚至是连这种状态都不如了 就是属于这个对吧 因为直升机它虽然能悬停 或者不悬停 但是它毕竟都还是有一些微扰动 那么扰动情况下 它左炮肯定也会跟随抖动 我们后面再讲这个调整发射框 以及姿态控制这些部分的时候 再去仔细讨论相关内容 好 那么说了这么多 还有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就是德国顶级的11.3的UH虎 很惭愧 昆蓬君没有玩过 不过街机里面呢 倒是玩过很多次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其实是红外制导 它是一个射后不管 也是全游戏唯一一个 作为一个空地导弹 是一个射后不管的导弹 它呢 一旦你这个导弹引导头瞄准之后 你就直接能够去锁定下一个目标了 它导弹会根据这个对吧 红外这个温度去直接攻顶瞄准打击 所以这个是最最厉害的 最最最无敌的一个导弹 这样也使得你对吧 发射很高效 你不用等这个导弹飞行的这个时间 等等一系列的 不过也有也有它对应的缺点呢 就说如果敌人躲到掩体 你没办法手动调控 好 当然这些细节我们以后等到讲到这之类的 我们再去分析 好 说了一个基本的状态之后 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 如何能够这个高效 这个击杀对面的地面单位 好 首先锁定 虽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它的优势 其实它也不见得完全是优势 对于低级的直升机 8.3到9.3这个范围内 那一定是要锁定的 否则那个炮手抖动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呢 昆蓬居在玩的早期 并不知道F有这个功能 只知道按X去进行一个锁定 那么X其实在直升机上面没 尤其是历史厂没什么用 接机是有用的 是能选中 但是不能实现锁定 不过呢 在这种情况下 抖虽然抖 你一旦悬停了呢 也能打得中人 而且有些时候呢 可能还能描一些关键的部位 这也就是我们要说锁定的一个劣势 锁定它虽然锁定了一个目标 但是它这个导弹引导头 打到具体哪个位置 它其实昆蓬居感觉是有一定随机性的 不一定能打到它的弱点区 有些时候只会打死一个驾驶员 打得太靠前了 而你如果手动去控制的话 有些时候你还能够实现灌顶 对吧 你突然一下变一下像啊 或者打它发动机啊 第一发打发动机啊 或者是打坦克的中部啊 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也是属于相辅相成吧 不过对于低级直升机 还是推荐要锁定 对于中高级呢 我们后面会有别的情况 也要讨论它的优劣之处 好 除此之外呢 锁定与射界这两者 其实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理论上说 其实射界它只是确定你发射的一个位置 一个发射的一个范围 其实跟锁定没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宽宏就在一个例子 射界在那个位置 你也一样能够锁定对应的一个目标 不过这个时候就是无法发射导弹而已 同时呢 你一旦这个锁定之后 你可以通过调整飞行姿态 让射界来到你的这个瞄准的位置 即便是一瞬间 并不是稳定的状态 你也能够发射导弹 而发射导弹之后 射界即便移开了也没关系 只要锁定在导弹 依旧会按照锁定的方向发射 这个飞行最后击毁目标 比如说这也有一个例子 昆蓬巨也有一个截图 好 除此之外呢 当然锁定跟射界的问题 这个射界跟这个飞行姿态 我们也是以后再讨论 好 还有一点就是锁定之后 这个状态下 如果比如说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敌人有这个防空车正在打你 比如说机炮防空车 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小小幅度的摆动 那基本上是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如果敌方有导弹防空 直接给你发来一发导弹 这个情况下一般我们还是尽量还是避免被打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做大幅度的机动 这个时候锁定自动就会丢失 或者是你自动取消锁定也是 有可能会对吧 快速的下降啊 或者做大角度的机动啊等等一系列 这个时候可能这个锁定就会受影响 当然这也是要根据实战而定 还有就是发射热焰弹跟锁定是不冲突的 即便在锁定状态下 炮手视角你也能够发射热焰弹 好 这些我们后面针对对应防空车 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 还有就是关于锁定 有些情况下锁定会失败 或者锁定会丢失 这种情况下主要都是因为敌方载具 突然一下进入了建筑物 被建筑遮挡或者是树木 或者是一些装饰的 甚至一些栅栏啊 或者一些墙啊 或者是什么 遮挡都会使得锁定失败 或者锁定丢失 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 所以应对这个的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拉高高度 如果你的高度足够高 对吧 那么俯式一般就没有建筑物 能够挡得到 你毕竟你那个俯角就很高嘛 但是拉高了高度也有问题 拉高高度 让你就暴露在更多敌人防空车的 这个搜索雷达之下 对吧 所以也是属于有利必有害 可以衍生说一点 虽然说这个低级直升机 在这个比如说导弹的锁敌啊 火控啊 飞行的速度啊 等等一系列都不如中级高级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 它对应的防空车敌人也比较弱 对吧 尤其是你比如8.3 第一代导弹直升机 对应的都是 甚至是一些没有搜索雷达的 这个防空车 它的射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吧 你的导弹普遍有个三公里 所以你就能够直接对吧 确保你不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能够放心大胆的击杀 所以这一点也是属于有其利必有其害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逐一进行分析 我们就不在此多论了 好 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昆蓬巨战重点强调的 这是对于高级到顶级能够锁定的情况下 有些时候啊 多个敌人在一起 经常会出现因为它热成像尤其是对于锁定 它这个热成像的最强的点是两个载具之间 所以你会发现它锁定会锁到两个坦克之间 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得手动去激活再次按F 在可调控的情况下去瞄准 但一般都很难直接实现击杀 没有那么准了 好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敌人 它出现在另一个残骸的旁边 由于残骸它多半都是处于在燃火的状态 所以它发射的这个红外线应该更强 就导致锁定 经常会锁定残骸而不锁定旁边的这个活的坦克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不呢就解除锁定 要不呢就在锁定情况下 我们再手动进行瞄准 不过这些呢都是不是理想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就是敌人在没有掩体的 没有残骸的状态下 对吧 一杀一个阻 我们后面有各种厂的素材 大家也能从中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场景 我们之前也是做过 放过很多对应的素材 也是想必大家也是有所了解 好 最后还有一点 昆蓬君想说的是 这种锁定啊 同样可以针对固定翼以及直升机 尤其是对于卡五林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它的这个涡流这个导弹 是10公里的射程 可以说呀 它是自霸整个这个直升机连续作战 昆蓬君后面也会再详细讨论 就是因为它射程比较远 放大倍率高 火控系统强 而且一旦锁定过后 它这个反正就是基本上就属于没办法逃得掉的 那么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讨论 好 当然说了这么多 也是希望对于这部分起一个抛装引玉作用 也是昆蓬君后面会以不同场不同飞直升机作为例子 好 我们下面就回到游戏中去 作为对于这个直升机啊 我们一开始还是多用这个试驾模式练习 我们这波是一个这个阿爸奇音系的直升机 好 我们先来 因为我们这个被一个地面的通古斯卡给锁定了 所以它一直有这个告警提示音 我们先把这个通古斯卡给它解决掉 好 我们这发射你看锁定之后 其实我们也不见得飞到全停 甚至都不需要在这个炮手模式 这下我们就把它解决了 解决过后呢 我们又可以来尝试很多东西 好 比如说 我们把我们这个机头给调开一些 这个情况下 你看虽然我们机头都已经远离了 但我们依然能够锁定 不过现在无法发射 所以我们要把它射界给调过来 调过来过后就能发射地狱火 对吧 8秒钟 4 3 2 1 好 非常轻松 直接击毁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对于这一大排车 比如说我们一锁定 你看锁定它直接就锁到两个之间 当然它是车辆的 有可能一下两个都打爆 不过如果一个都没打爆呢 也很正常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还是四围打爆了一个 不过可以明显看到 它是瞄到了两个之间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又来瞄它俩 它还是想去瞄那个燃火的 好 我们比如说来锁定它 我们锁定它 但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死坦克 我们想打它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发射 一发射之后 理论上个摊 就应该去打到上面那一块 对 这一下就非常的好 然后比如说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再一下解除锁定 它一下就开始抖动 不过呢 也是稍微有点抖动 你看我要是一点不操作的话 它就只有一点点抖动 如果我们直接随便锁定一个地方 没有载去的话 它也能够起到稳定的效果 但是没有锁定 我们只要瞄到了一个人 我们就直接能够锁定 再发射 直接就能 基本能够保证摧毁 像这种激光制导的 它好像普遍都是属于一个 它可能已经给你预先找准了 它的薄弱区域吧 所以也是非常轻松 这是在阶级模式下 敌人都是清清楚楚表现出来的 如果在历史模式下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看不到敌人 不会标记出来而已 好 这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下面呢 就回到若干局素材中去 我们需要载载的支撃 不准备 它射到正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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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